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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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 全面落实党风联政建设监督责任 强化监督直际问责 坚定不移把党风联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 二要始终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 盯住重点人突出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盯住重点是从严查处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本运作、工程项目等领域发现的突出问题 从严查处换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 从严查处非法采杀和非法杀场经营中涉及的腐败问题 盯住重点部委 推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线索集中排查 加大扶贫等社会民生方面腐败问题查处力度 切实惩治基层、盈滩、微腐败等现象 盯住重点环节 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 健全领导班子意识规则和决策程序 三要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 保持对四风问题的穷追猛打 对各种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严肃处理 深入开展为官不为、专项整治 坚决整治行政不作为、乱作为 办事拖沓推诿、效率低下等现象 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继续办好市民问证等监督平台 加快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四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加强各纪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 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培育素质过硬的干部 做正风素季的表率 树立干净干事的形象 努力建设以致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赖泽华强调 赵庆要实现追赶型发展 需要营造巩固好风轻气震的政治生态 也要加快形成 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的 干事创业环境和良好作风 一方面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 将反腐重点聚焦到十八大以后 不收脸、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 群众反应强烈 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党员干部这三类人身上 把握和运用好监督职计的四种形态 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 实现正风反腐、常态化 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容错机制 把因缺乏经验先行先事出现的失误 与明知故犯而违法违纪的行为区分开来 把国家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性试验 与国家明令禁止后有法不一的行为区分开来 把为加快发展的无意过失 与为谋私利故意违纪违法的行为区分开来 对推进工作不慎出错的干部 给予容错和改错机会 为出于工薪、改于作为的干部撑腰壮胆 让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放开手脚 改于创新、勇于担当 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赖泽华 今天上午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我是党建工作研究部署今年工作 市领导吴华钦、林小明、张远行、陈定坤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是2015年党建工作情况 及2016年党建工作计划 审议通过了中共赵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16年工作要点 赖泽华说 去年市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聚焦主则、主业、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畅联和制度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强化 作风建设纵深推进 基层党建进一步巩固 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加大 推动党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为我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赖泽华强调 做好今年党建工作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 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贯彻落实到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畅联和制度建设 各个方面 推动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尤其是关于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强化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推动我市党的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二要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组织广大党员学好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 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自觉践行党章要求 努力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 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在我市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中当标兵做模范 三要认真做好县镇集中换届工作 选好干部配强班子 确保幻界风轻气正 实现幻界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 四要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 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深入抓好七项治理、三项查处和三个带头人培养工程 持续抓好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基层党组织 五要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把握和运用好监督职计的四种形态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持而不惜抓好作风建设 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大力整治、为官不为、懒政待政 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 六要落实好抓党剑的主体责任 各级党委要聚精会神抓党剑 提升新时期抓党剑工作能力 形成抓党剑的工作合力 今天上午市依法治事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26次全体成员会议 市委书记、市长赖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孙德、吴华钦、关鹏、张水祥、叶瑞、莫悠年 及市依法治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赵庆市2015年依法治事工作情况 审议通过了赵庆市2016年依法治事工作要点 对今年我是依法治事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赖泽华说 过去一年我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法治工作部署 制定实施中共肇庆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事的实施意见 有序推进地方立法工作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文部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肇庆建设取得新成效 赖泽华强调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深化改革维护稳定 着力营造法治化发展环境 医药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文陀有序推进我是地方立法工作 突出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注重开门立法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做好赵庆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及赵庆市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颁布 实施和宣传工作 积极文陀推进我是古城墙保护 端验石资源保护 星湖保护等法规制定 尤其要把星湖保护纳入今年的立法计划 二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把政府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加强政府依法办事相关制度机制建设 依法履行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一门市一网市政府服务模式改革 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执法联动机制 三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关键 抓好司法队伍建设 大力构建开放 动态 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确保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要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在法治框架内排查化解社会矛盾 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大力开展各类法治创建活动 营造良好社会法治氛围 五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依法制式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牵头抓总 把法治建设摆在全局性位置 做好法治肇庆建设的规划编制工作 加强对依法制式工作的督导考核 确保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昨天下午在市纪委监察局两学一座学习教育动员会 即专题党课报告会上 曾参加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86岁老战士陈昭 和市纪委员书记高连生 为市纪委监察局党员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 这是市纪委监察局开展两学一座 学习教育其中一项创新学习方式活动 报告会前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林小明 会见了老战士、老领导 老战士、老领导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工作经验 维维道出了一名合格党员的应有之意 分享了他们学党章党规的体会 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让台下的纪检监察党员干部获益匪浅 除了邀请老战士、老领导等讲党课 在两学一座学习教育中 市纪委监察局还将开展 学党章党规、我带头系列活动 举办党章党规知识测试和知识竞赛 组织党员干部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挂点帮扶贫困村等开展体验式学习教育 同时通过个人自学、专题学习讨论、专题组织生活会 开展能力建设年活动 推动把学习教育和落实本职工作结合起来 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报告会要求 纪检监察党员干部要增强两学一座 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坚持知行合一、增强四种意识 时刻遵守四讲四有 做到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 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纪检监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加强学习教育时效 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第十二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与此同时,以岭南古郡中国燕都为主题的 赵庆馆也正式开馆 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府文化风韵 省委宣传部巡视员赖斌 赵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梁志强出席开幕式 并与客商嘉宾等一同参观赵庆展馆 本次文博会赵庆展馆依然设置在 展会一号馆入口处 面积为240平方米 以岭南古郡中国燕都为主题 展馆设计以广府建筑为主元素 通过广府建筑的特色以及山水照片 展示赵庆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体现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定位 全方位展示赵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貌 多角度彰显广府文化风韵 深圳文博会作为汇聚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的 国际文化盛会 也为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文博会期间 赵庆市组织多家本土文化企业 展示端燕 翡翠 玉雕 书画等工艺美术精品 销售端燕 玉石等具有赵庆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 此外 馆内还开展 赵庆有礼 现场制宴 现场作画等观众互动活动 吸引了众多客商 嘉宾驻足体验 让他们在互动中加深对赵庆的了解 小庆馆的印象就是很有宋代的宋文化 包括文化和端燕 所有这个是牌坊 都可以比较好地表达出小庆端舟 赵庆的话还是做的比较有特色 体现一种岭南文化的风格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5月12号至16号在深圳举行 这是赵庆连续8年独立组团参展 昨天下午 赵庆团在深圳举行 第十二届文博会新闻发布会 以及赵庆市文化产业投资洽谈会 推出文化产业招商项目40个 其中7个项目现场签约 合同金额共计18.1亿元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梁志强 副市长陈轩群出席洽谈会 梁志强表示 赵庆丰富的旅游资源 悠久的人们历史 是发展文化旅游的优秀载体 近年来 随着我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环境氛围 以及高铁 城轨的开通 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 都为我是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机遇 随后 陈轩群就我是在文化产业集聚效应 直跟传统文化发展的创意产业 影视产业发展 文化资本市场发展 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平台 等五个方面的发展情况 向200多位参会客商做招商推介 据介绍 本届文博会造型团 对外推出的招商项目有40个 内容包括旅游文化 玉器文化 影视文化等方面 其中顶湖区顶湖山音乐节 高邀区贝来德哥文化产业园 私会是国会 南国 玉都等七个项目现场签约 合同金额共计18.1亿元 参会客商纷纷表示 对在赵庆发展文化产业 充满信心和期待 其实我们这一次跟顶湖山的一个签约 是一个十年的一个合同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未来十年我们都会在顶湖山这一块来 去做这个十万人的一个音乐节 根据今月签约仪式 我们就进一步了解了 少庆的风头人场和文化产业 还有这个少庆一直以来的历史 令到我们企业更加有信心 在少庆市发展 我自己有一些叫做 食神的一些项目 一些饮食的项目 陈氏说如果你们有些什么饮食街 或者食街 你可以给我拍摄的 那我都可以设计一些故事在那里拍 据了解自2009年以来 赵静市已连续八年独立组团 参展深圳文博会 文化产业招商收获硕果 累计签约项目75个 累计合同金额达107.46亿元 并连续七年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 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展示奖 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八个防灾减灾日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护救能力 今天上午市减灾办 市应急办 市公安局和市民政局等单位 在排放广场联合开展主题为 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的 应急知识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各单位通过摆放各类防灾减灾支持展板 发放公众防灾减灾应急手册和宣传单等形式 分别就防汛抗旱 防震减灾 地质灾害防御 消防安全等内容 向广大市民宣传灾害风险常识和应急避险技能 通过发放一些资料 让他们给他们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关注我们的身边的安全 关注消防安全 学习消防安全常识 在碰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这些常识 就是说做出有效的判断 这对于整个国家 我们社会减少灾害 对我们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通过宣传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市民群众 预防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 就是学了那个食指按压和那个人工呼吸 有专业人员的指导 我学了一下 应该就是说是正确的方式去人工呼吸 我觉得很有用 今天是第105个国际护士节 为展现我是先进护理工作者的风采 扩大护理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增进群众对护理工作和护士群体的理解和支持 是卫济局从4月25号开始至5月11号 通过赵庆手机台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2016赵庆市最美护士网络投票活动 经过两轮的投票活动 最终选出10名护理工作者 获得2016赵庆市最美护士称号 昨天下午 我是举行纪念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 并走访慰问资深护士 会上是卫济局代表市委市政府 为获奖的48个先进护理集体 63名先进护士长 70名先进护士和10名最美护士进行颁奖 并向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对受表彰的集体与个人表示祝贺 同时希望获得该称号的护理人员 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好 以上就是今天赵庆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赵庆手机台 您还可以通过数字电视 优惠动十一回看功能 回看今晚的新闻 感谢您陪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